我们佛法里面讲不觉心动 我们讲心动 跟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 这个意思非常接近 念头就是心的波 心的波动 那么动它就会现象 可是这个像决定不存在 我们现在感觉的现象的存在 实在是波动的相续像 连续的现象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它确确实实是档体借空了不可的 我三性的说法 是不是达到究竟圆满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它是落在 隐于思量这个范畴之中 那就不是究竟的 所以必须要有三五性 这个问题才真正达到了圆满了 正如同佛说法 说到最后 他一定把所说的完全否定 这才圆满 为什么否定才圆满呢 因为真如本性里头 本来没有一个念头 你说什么 所以一定要懂得他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我们要会听呢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你才能够其入境界 这才是真正达到 教学的目标了 所以不可以用思维 不可以用想象 不可以用言说 但是我们离开思维 想象言说 不能够传递 佛要把法传给我们 就无法好传了 必须要利用这个做工具 透过这个工具 你要从里面侮辱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接着一定将三五性 三五性 相五性 生五性 圣义五性 五字圣火 这个字 厚厚厚厚厚的 不能把它当做没有 你要说没有的话 那就说做实了 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他说有非空之意 即不可执着 说实讲 这个五最好的一个讲法 就是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呢 就错了 执着要用金刚经上的话来说 你一定度在四相四尖当中 那就错了 所以要懂得不执着 我们看底下的一段 再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么先说相五性 虚妄之相 非真是相 信中本无有相 因不拙相而无知 乃是信仍 乃是信仍 视为相五性 这个文字很简单 圣在讲呢 将这个名词解释的也相当清楚 虚妄之相 虚妄之相 所产生的现象 叶音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波动 我们佛法里面讲啊 不觉心动 我们讲心动 跟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 这个意思非常接近 念头就是心的波 心的波动 那么动 它就会现象 可是这个像呢 决定不存在 我们现在感觉的 这个现象的存在 实在讲呢 是这个波动的相续相 连续的现象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它确确实实 是当体解控了不可得 这是一定要清楚的 我们晓得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它的真实状况 然后才懂得 这个佛法里面所讲的 染尽波 生灭波 那个染尽 在我们看 这个现象 是极其粗显的 怎么能说波 清净到极处是佛 染物到极处是阿比地狱 是不是真的不耳 真的 一点都不错 极清净 也是因练性的像 而且这个因练是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不可得 极其染物的像 也是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你要求这个像 也了不可得 我们今天说 这是心态粗了 见不到这种 四十真相 所以看到是连续 连续像里面 对于染尽 好像感触 特别的深刻 其实 我们的感触 是错误的观念 的确是错误的 所以佛于大菩萨的境界里面 他们若聊 祝法也如 确确实实 入聊 祝法平等 无有高相 他们入的是 那叫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 简单的讲 就是把舍法界 看成平等的了 在舍法界里头 极其差别 里面那个差别像 没有了 你看到的是 真正清净像 这个清净 染尽两边都没有了 这个叫真清净 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不二的现象 发发皆如 发发皆实 这个是一针法界里面的境界 这是真实的 那么这个妄想 是心 是心 现起的 但是它并不是真心 心中本物有像 不但六道的像没有 是法界的像没有 给主要说 一针法界的像也没有 总而言之 只要是有些像 都是心动 那么现的像不一样 舍法界的像不相同 这个就是 这个 动的 整幅 大小 不相同 在舍法界里面 讲 越是往上面去 我们讲 它的心越清净 越清净 波动 小 越往六反 往下去 它的波动越大 是这么样形成 所以到了菩萨 到了佛 那种波动 急急呼呼 它接近水平 见不到它的动 其实它还是有动向 它要没有动向的话 就不会现象 那么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知道它的原理了 那么自自然然就不会着象了 不会在象里面骑 分别执着攀岩 不会骑这个念头了 因为小的像是假的 像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见到的都是夜阴果报的相续 所以佛在这个经历上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为什么因果不空呢 就是因为有设法界的幻想 设法界幻想从来的因果来的 所以因果不空 跟法相为始终讲的 这个像皆是虚妄的 唯有实是真实的 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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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